以色亚书第十四章 我们要一起来思考的问题是 你是否能够举一个圣经历史的例子 来说明神是历史的主呢 我相信我们都知道 神是历史的主 他掌管人类的历史 以及国家的兴衰存亡 那我们是不是能够跟还不了解的人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让人知道神真的是历史的主呢 其实呢 以色亚书第十四章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那我们看到耶稣他就是主 这就是我们福音的核心信息 他不仅是你生命的主 万有的主 也是历史的主 那我们看到有一个在十四章 最好的例子就是 以色亚在西元前七百年 就预言在一百多年之后 就是五八六年 犹大的灭亡 以及被俘虏到巴比伦的事情 那而且呢 还进步预言到 犹大在灭亡之后 将近五十年之后 巴比伦他被灭亡 被波斯的皇帝来灭亡 然后呢 又被这个犹太人 犹大人又被释放 带回到耶路撒冷 所以我们真是在 以色亚书第十四章 我们看清楚的看到 耶稣是主 是历史的主 第一节 耶和华要连续雅各 必在拣选以色列 将他们安置在本地 继续的 必与他们联合 紧贴雅各家 所以在这个世界局势 完全的动荡 巴比伦帝国被灭亡的时候呢 神还是要连续他的百姓 就是而且呢 把他们带回他们的这个国土 特别是耶路撒冷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充满盼望的信息 我们看到接下来的到第四节 第一节到第四节呢 就是是在 以色亚预言巴比伦灭亡的 这十三章十四章里面 插进了这四节 预言了犹太人的归回 就给他们大有盼望 所以很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在看以色亚书的预言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 尽管这里面充满了审判的信息 但总是带来盼望 所以呢 不管我们是不是在最 这种险峻的严厉的情况里面呢 我们都是在主里面有盼望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五节 第五节讲到 继续的说巴比伦的审判 耶和华折断了二人的杖 辖制人的归 那这地方杖跟归呢 都是代表一个国家的权柄 治理的权柄 还有他的能力 所以神呢 就折断了巴比伦的这个杖跟归 也就是把他们的权柄能力都废掉了 我们知道权柄能力是从神而来的 那如果我们不能够来善用神给我们的权柄能力的话 是骄傲狂妄 为自己所这个私欲效力的话呢 其实一定会很快的就被神拿回他的权柄能力了 所以呢 当我们得到神给我们的权柄能力 在这样的一个领导的地位的时候 我们对神要敬畏 也要谦卑 对人也是要谦卑 而不是这个抬举自己 甚至去用这种过于严厉或残暴的方式来带领人 所以这是我们要注意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十节 他们都要发言对你说 你也变为软弱像我们一样吗 你也成了我们的样子吗 你的威士和你情色的声音都下到阴间 你吓破的是从上盖的市区 这地方讲到的就是 当巴比伦被灭亡 吓到阴间的时候 其他的这些被巴比伦所灭的这些国王啊 都要跟他讲说啊 你怎么跟我们一样啊 最后的下场居然也是这样啊 当初你怎么样强大来欺压我们啊 我们非常的软弱 任你的这个践踏 但是现在呢 你结局也跟我们一样啊 也都是在下到阴间啊 都是这样子的悲惨啊 所以呢 我们就是看到地上 不管是怎么样的地位 怎么样的这个威权啊 其实下到阴间大家的结局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来看接下来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啊 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经文啊 那他讲的呢 不仅是巴比伦啊 他们的这种心态跟结局 同时呢 也是讲到啊 这个投射到这个撒旦啊 他的这种心态以及他的结局啊 我们看到啊不管是撒旦啊或堕落的天使 或者是我们世人呢 其实啊都是自己想当神想管的掌管一切 手都是高举自己都是非常狂妄的啊 所以如果我们任凭自己狂妄 而不懂得敬畏啊回转归向神的话呢 其实也都是我们在十二节到十五节的情况了 但我们一起来看 明亮之星早晨之死啊 你何尽从天坠落 你这功败列果的何尽被砍倒在地上 你心里曾说 我要升到天上 我要高级我的宝座在神众心以上 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 在北方的极处 我要升到高云之上 我要与至上者同等 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啊 所以呢 他原来就好像是天上最明亮的星星啊 然后呢 说我要升到天上 我要在这个 我的宝座要在神众心以上 就是比神的所有的天使啊 更加的高啊 要在聚会的山上 北方的极处啊 在高云以上 至上者同等 都是一而再再而三 就是要达到最高的境地 要高举自己啊 但是这些 高举自己的呢 终必被神降悲啊 这其实呢 就是人的 真的 堕落 那 然后呢 接下来 我们就 来看到 在第二十四节 万君之耶和华启示说 我怎样思想 必照样成就 我怎样定义 必照样成立 二十七节也是一样 气势磅礴 神的宣告他的旨意 万君之耶和华既然定义 谁能废弃呢 他的手已经伸出 谁能转回呢 所以神是全能的 所以他所定义要成就的事情 也一定会成就的 所以我们不是要凭着仁义去做 乃是要寻求神的心意 与神来同工 也知道神是掌权的主 他是历史的主 接下来第二十八节开始呢 又是另外一段 二十八节到三十二节 指的是另外一个主题 也就是非历史的灭亡 前面是 讲到 巴比伦帝国的灭亡 接下来讲到 非历史王国的灭亡 二十八节 亚哈斯王崩的那年 就有以下的末世 非历史啊 全帝啊 不要因击打你的杖 折断就喜乐 因为从蛇的根 并生出毒蛇 他所生的是火焰的飞龙 所以这段呢 就是讲到 非历史的预言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啊 我们感谢你 亲自将你的福音 将你的这个得救的信息 来启示我们 就是耶稣是主 让我们能够接受耶稣 作为我们生命的主 好叫我们也能够进入天国 天国进到我们的心中 也让我们能够与主同工 一同的来扩展神的国 带领人也都能够遵耶稣是主 就是我们感谢赞美你 在这个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清楚的例子 就是神怎么样做历史的主宰 借着以赞亚的预言 讲到这个巴比伦国的灭亡 以及犹太国的灭亡 还有复兴 然后怎么样能够在波斯帝国 国王的这个带领之下 能够回到故土 这真的是非常精准奇妙的预言 显出你真是历史的主 一个国家兴衰战争成败的主 我们更是要来敬畏你 尊崇你 而不是要来高举自己 像撒旦一样 我们将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